第三次屆窮詩杯女藍的部分 7月7號就要開打 這次共有日本 美國 印度 馬來西亞 和國泰以及電信女藍 六支球隊出賽 女藍第一把交易 國泰女藍總教練洪麟瑤 信心滿滿的說出目標 很期待即將要迎戰韓國 日本 印度跟美國 國泰參賽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冠軍 我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而從第16屆窮詩杯 就開始參加的老大姐鄭惠雲 心態轉換後 更是希望球迷能多進場加油 當時候打球 每一分每一秒 你會起雞皮疙瘩 沒有辦法停下來的那種 因為你看到場上的觀眾 是連樓梯都坐滿的 然後大家站在堆在後面 愛好運動的人民 可以到現場加油的話 我覺得那個觀眾人數 也是很可觀的 女子組賽程 7月7號到7月11號 在苗栗巨蛋開打 而男子組則要等到 奧運結束後的8月18號 正式開戰 另外也是台灣的消息 才剛拿下中職明星賽 人氣王的恰恰彭正銘 今天利用比賽的空檔 偷偷跑去抓龍一下 這套在日本很風行的按摩 號稱是歐桑 王貞智賽後的秘密武器 恰恰也好奇的要試一試 剛讓老師按完之後 我覺得全身那種沉重感減少很多 那也蠻舒服的這樣 我剛是想到說 請我會自費的來 帶我的防務員來這邊按一下 然後以後我回去就可以按了 看起來好像真的很氣氛耶 不知道陳偉英 今天幫雜鍋哥 Strap按摩 是不是也是用這一套 世界體育中心 宋孝賢 客家傑 台北報導 這個畫面會是剛剛有買的